你有没有想过 当人失去一半的大脑会发生什么 失去脑袋以后 我们的身体还能干什么呢 在上古传说中 战胜行天被皇帝斩断了头颅之后 不服的行天执意要将两个乳头变成眼睛 将肚脐化作嘴巴 依然一手直钝 一手恢复继续战斗 让人惊悍不已 那么除了神话故事之外 在现实世界中 有没有失去了脑袋还能活的动物呢 1945年 农场主劳埃德·奥尔森 在自家农场抓了一只鸡 准备将它作为家庭晚餐的食材 可没想到 在劳埃德砍下了鸡头之后 这只鸡却好似行天附体 迟迟不肯倒下 反而像是受到了惊吓般蹦跳不止 当时劳埃德以为 这是将死之鸡的回光返照 实属正常 然而在一阵剧烈的摇晃之后 这只鸡居然还能够继续平衡行走 就像没事鸡一样 甚至还能从颈部发出低沉的咕噜声 像是在悲痛的呻吟 碰到这种怪事儿 他思量了好一阵 才反应过来这只鸡的确没有死 虽然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 但是眼前的这一幕 激起了劳埃德的敬佩和怜悯心 于是他决定将这只奇迹鸡留下来好好照顾 并给它取名为迈克 最后无头鸡迈克继续活了18个月 并且在各个国家进行了巡回展览 那么从科学的角度来讲 没有头的迈克是怎么活下来的呢 实际上鸡的头部结构和人的不一样 失去了头的迈克并没有失去全部大脑 由于劳埃德在切除鸡头的时候 角度极其刁钻 不过正是这救死扶伤刀法创造了一次奇迹 他只切掉了迈克的部分大脑 基于80%的大脑和几乎完整的脑干 小脑被保留下来了 而呼吸心率等基本功能 以及低级反射都是由脑干来控制的 所以说即便切掉了头 人为服以牛奶和小穀物的迈克依然能活 那么假如人类切掉了大脑还能活下来吗 你有没有想过 当人类失去一半大脑会发生什么 人的脑部主要由大脑 小脑 脑尖 以及脑干组成 大脑是中枢神经系统中最高级的部分 分成左右两个大脑半球 由神经纤维所构成的偏脂体相连 大约存在有100多亿个神经细胞 每天能够处理生活中的8600万条信息 而且左右脑控制的区域和功能是不相同的 首先是左脑 左脑中有语言中枢 掌握右半边身体的行动能力和右眼视觉 同时就有了解任何情况综合查看事物的能力 简单点来说就是能领悟逻辑数学和天文 它又被称作知性大脑 能够将复杂的事物分析成简单的要素 如果失去了它 那么人们会逐渐忘掉之前的事情 不过之后通过右脑成像 这个人学习新知识的能力会很出众 知觉也会变得越来越敏锐 不过遗憾的是 它不能再用语言进行表达 接着是右半脑 右脑控制人的左侧 一个右脑占优势的人更擅长艺术 创造和空间等概念 又被称为艺术大脑 负责处理较多的情绪 如果失去了它 仍会变得难以接受新学会的事物 情绪紊乱 脑海中无法成像 不过 它此时的逻辑思考和学习能力会有显著提升 那么假如同时失去了左右脑会发生什么呢 这个情况其实也有真实的案例 你有没有想过 人类如果失去大脑以后会发生什么 此前 英国一个小男孩刚出生时 大脑就被发现只有正常婴儿的2%大小 几乎失去了左右脑 导致他无法发出声音 不会动 没有任何感知能力 不过 这个小孩却奇迹般的活了下来 他的小脑 脑尖 以及脑干 维持着身体运作 等到三岁的时候 小男孩的大脑逐渐长到了正常大小的80% 当然了 不管从什么角度来讲 人一旦失去完整个脑部 都是必死无疑的 另一方面 人类也有不受大脑控制的区域 比如说反射动作 神经系统的传导速度 大约为400公里每小时 这个速度看起来很快 不过放在人体内还远远不够 设想一下 当手指不小心碰到了刀片 手指第一时间会问脊髓该怎么办 脊髓接到消息以后 又将问题转交给大脑 之后大脑回答说 你需要避开刀 然而 等到脊髓传回话的时候 手指已经开始流血了 所以说 为了缩短反应时间 绝大多数反射 都是由脊髓反射来直接决定的 想必大家都见过这样的场面 只剩下腿的牛蛙 依然还能抖动 在热油中炸的鱼 还能自己翻面 导致这些失去生命体征的尸体 还能运动的根源 是因为细胞中 依然有三菱线杆形式存在的能量 能够对外界自己做出反应 还有一部分消化系统 不会受大脑控制 它们是由消化到中的细菌组成 当人体死亡之后 它们依然可以制造排泄物 不过 这些活动并不属于你 它们的任何活动 都不需要你的意志 而你的意志 全部来源于大脑 换句话说 你的大脑等于你 失去了大脑就失去了你 就做不了 你想做的任何事情 好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